整件事的起因是CCTV6中国电影报道,栏目组发常文控诉吴景言的团队耍大牌,在25日采访,吴景言失业是提出更换场地,缩短采访时常的不合理要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电影报道的背景。 该栏目不仅是央视的亲儿子,更甚至属于广电局,是广电局的亲儿子,大家就会发现这个节目和跟电视上的一些普通的报道节目还真不是一回事,是央视电影频道的王牌的节目。 广电笛子发博十个多小后,吴景言所属的公司欢迎影视,在中午十一点对此回应趁会彻查此事,并发致歉信,随后吴景言本人也转发致歉信,并向节目组道歉。 经过央视点名,吴景言自然登上热搜,成为重见之的,被千万人口注笔罢,直到浮躁,刚刚红起就耍大牌。 经过一天的发酵,广电笛子在二十八日晚,也接受了吴景言的道歉。 八月二十九日,对于吴景言及他的团队,来说,都是受尽鲜牢的一天。 在中国电影报道接受道歉之后,吴景言再次转发该微博,再次道歉,原以为是秦会这样告一段落。 然而网友们对于吴景言的行为并不满上,在微博上依然骂声不断,更指出吴景言第二次道歉有错别字。 第一个得字缺少一横,更有港媒爆料。 趁广电交风伤吴景言,其实央视也只是抓个典型立村杀娱乐圈的风气,不会把事情闹大的,双方都给了台阶就下巴。 毕竟大气才是官方应有的表现,啊,要以身作则的。 央视也是为了肃正风气,妈,并不是要抓住对方不放。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